蒋聘廷否认为刘强东案女主是真的无辜还是自导自眼蹭热度? 最近,刘强东性侵事件在网上闹得很大,之前的米兔运动本以为已经平息了,但是没想到米兔事件没能爆掉一些打排艺人,这一次犯而将刘强东这个大佬给爆了,也是意料之外。 今天,蒋聘廷否认为刘强东案女主,而且还发了声明说自己已经打算寻求法律途径。 因为之前刘强东性侵事件曝光之后,不知道为什么就爆出了蒋聘廷的照片,之后不管是大物还是其他媒体,可以说全网都认为受害者就是蒋聘廷了。 但是到了今天,蒋聘廷才出来说不是她。 蒋聘廷否认为刘强东案女主,说自己不认识刘强东,而且案件发生的那几天她也没在美国。 然后就说那些爆她照片的人是侵犯了她的肖像权和名誉权,所以要追究法律责任。 对于蒋聘廷否认为刘强东案女主的事,绝大部分网友都认为蒋聘廷是在蹭热度。 说要是女主不是她,为什么她要过了这么久才回音,要是真的怕自己名誉被毁,不会等到现在风波都已经要过了才来澄清。 现在澄清,就像是看到事件的热度要淡下来了,所以出来否认一下,给这个事件加温,这样她就有热度可以蹭了。 甚至大家都说,蒋聘廷否认为刘强东案女主,其实她就是来碰瓷抢流量的。 所以,这次蒋聘廷否认为刘强东案女主,你怎么看呢?她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无辜的,还是真的在套路网友蹭热度呢? 我们下期再见。